《红楼梦》《红楼梦》 《红楼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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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 其实是 就是我的研究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 也就是说 把《红楼梦》当作一本 西方在二世纪 所描述的 后摄小说 来理解 那么《红楼梦》没有 后摄小说这样的一个理论架构 来理解的话 它就始终没有办法 在全世上有所突破 《红楼梦》的研究维持了 这么多年 其实它的调性差不多都没有什么改变 当然了 这个话不能这样说 因为《红楼梦》的诠释有很多派别 有所谓的自传派 有所谓的所隐派 还有阶级斗争派等等 比如说所隐派 跟阶级斗争派 跟所谓的自传派差别 就蛮大的 所以我们很难说它们的调性是一样的 但是呢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把《红楼梦》当作一本单线进行的小说 这个看法是没有改变 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改变 除了某一些所隐派 它很凌乱地把一本书当作 好几本书来解释的状况下 那它并不是把它当作 一个从头到尾 它的叙事是 线性而统一的 这样的一个小说来理解 那么 当然我们把它看作一本后续小说来理解 也不是说它前后没有办法 给予一个统一的诠释 而是说 我们必须要把它看作内部有冲突 但是最终 有统一诠释的一部小说 不好意思 这个是广告时间 就是我最近写的这本书 那么 我基本上今天和下一次的演讲 就是把这本书里面我提出的诠释体系 做一个简单的铺陈 那么在开始进行之前 首先我要提到的 当然一定是说《红楼梦》 是一本非常非常重要的小说 不管是在中国的文学史上 或者是在全世界的文学史上 那后者我今天就会详细的说明 那但是就像我刚刚其实已经暗示了 就是《红楼梦》 其实也是一本最被误解的小说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没有办法参透 第一个它的结构 没有办法参透它的结构 就会想要把里面看起来彼此冲突的诠释 把它强力的 等于说是高压式的把它统整 那当然就统整不出一个真正的能够统一的诠释 我们刚刚提到过《红楼梦》历来的诠释 有好几个派别 索引自转 极其斗争 当然还有最新大概过去几十年出现的 所谓纯文学的小说批评 这个纯文学小说的批评 这个纯文学的对于《红楼梦》的研究 其实是这个说法本身是非常令人误解的 没有纯文学这样的所谓的批评方式 那这个当然是受到美国的新批评的影响 认为文学的研究可以脱离社会背景 单纯的就文学来谈文学 这个等于说这样的一个诠释方式误导了过去的几十年来的 这个红楼梦的研究 今天我要用的这样的一个诠释架构 基础上比较像是后志明的 但是当然是借用了不止后志明的理论 包括其实相当一大部分的当代理论 我之所以对《红楼梦》做一个 试图做一个重新的诠释 主要是要把文学 要把《红楼梦》的研究 带回到文学的研究 不是纯文学的研究 那么过去自传派可以说是有考虑到语境 但是完全考虑语境 没有考虑作品本身 那新批评呢就只考虑text 而不考虑语境 或者不太考虑语境 那么所以我们现在进入后新批评的阶段 我们就应该尽量的利用所有的当代理论 让《红楼梦》的研究能够同时重视这个text和context 那我在这个书里面用到的理论 包括结构主义的理论 佛号学的理论 精神分析的理论 后现代的理论 包括波西亚或者波德里亚 以及后社小说的理论 还有就是后知名研究里面的 关于国族预言的理论 接下来我就把我的研究做一个转开 首先我们要谈文学的阅读 到底是应该怎么样阅读 说来好像大家都了解文学怎么阅读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尤其是《红楼梦》的研究 比如说赵刚跟这个 余英史有名的这个争论里面 赵刚就是没有把文学作品当作隐喻来阅读 他不认为文学作品有个隐喻的层面 所以余英史给他一个 等于说是致命的回答 也算是对这个议题一个终结性的回答 就是说 面粉做成面包以后 它的价值是不是还是面粉的价值 还是说做成面包之后 它已经变成另外一样东西了 那赵刚这种自传说的巢学的研究者 他就认为说 面粉做成面包以后最重要的还是面粉 就是它那个自传的元素 那我们做文学的研究 那我们做文学的研究当然要看到 等等的条件上的政治 这些条件怎么样 促成了它的生产以后的特殊的形态 另外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们在做诠释的时候不能够零零碎碎的诠释 我们必须要有个贯穿整体的诠释 还有一句说 我们必须要能够在诠释上 趋近它的核心意志 虽然我们都知道 文学作品没有答孤了 这个是中文学界的一个用词 就是说没有一个最好的诠释 但是还是有次好的 以及次次好的 以及次次次好的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做到 最起码是次好的 最接近那个核心的意志的一个诠释 Matrix 这是一个电影 其实我就是把这个电影提出来 让大家知道说 什么叫做隐喻的层面 Matrix 这个电影其实蛮简单的 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天就发现说 事实上它的存在是一场梦 人类事实上是被电脑所统治着 那这些电脑呢 让每一个人都在睡觉 然后这样才能够发电 让这些电脑能够运作 那可是呢 他们做的梦就是 电脑帮他们设计好的城市 所以他们在梦里面 过得好像真人的生活 这个也有快乐也有悲伤 也有发财的时候 也有落魄的时候等等 就是像真人的生活一样 那最后当然他发现 不是这样之后 他变成了反抗军的领袖等等 但最重要的就是在于说 这个故事本身到底是在讲未来的故事 还是讲现在的状况 事实上相当程度 甚至于所有的科幻作品 相当程度而言 都是在谈现代的状况 就是说人 其实在我们 尤其当代的社会 在这种各种各样的媒体的影响之下 包括文学奏片 电视 学校教育等等 我们事实上是在做别人的梦 没有真正的生活 所以我们看《红楼梦》 也应该这样看 穿透表面 看它隐喻的 英文是metaphorical这个层面的意思 不过现在的研究 大部分都是六金 针对《红楼梦》的研究 大部分都是六金助我心的 而不是我助六金 就是说这个作品拿来了 我有一个想法 我从里面摘出很多的细节 来支持我的想法 而不顾其他跟我的想法冲突的细节 所以到后来就是 我对《红楼梦》的读后感 而不是我对《红楼梦》的诠释 读后感这个 大家都很熟悉 暑假快结束的时候 趕快要生出一两篇来 交作业 那就是随便抓一个文本 然后看几点细节 凑起来就得出一个感想 但这个感想跟作品的意义 可能差很远 所以呢 读《红楼梦》 有三个重大的关口要过 不过这三关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了解《红楼梦》 第一关就是 开篇的 最前面所讲的 《真是隐去》 《甲语村言》 这八个字 它明白地告诉你 真实的事情已经隐藏下去了 所以你看到的 这个语言层面的 这个小说里面 这个语言层面所描述的事情 事实上是假的 那当然我们就是在做文学诠释的时候 目标不在于 最终不在于 找到这个真是 但是这个是一个过程 你必须要找到真是 才能够开始诠释 要不然你连真是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诠释 那他讲这八个字不是白讲 第二关就是 《红楼梦》为什么 以两个神话 两度的开始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细讲 第三回 第三关 就是第五回的 《红楼梦》先子 在里面讲过的两段话 第一段就是 《红楼梦》在做爱跟他的妹妹 不是他自己的妹妹 是个景患的妹妹 做爱之后 兼美了 他给他做了一段训话 不是 应该是说 他准备要让他们做爱之前 给他做了一个训话 最后还有 他第二次讲话 就是他们来到那个黑水 这个到了悬崖峭壁 下面是黑水的地方 然后他讲了八个字 要讲《宝玉》 警惕 这八个字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再说 好 那么 这三观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回想一下 就是说在 过去各位看过的《红楼梦》研究里面 有哪一个权势真正的过了这三观 有哪一个权势真正的把这三观都处理了 几乎都没有 不好意思 这个太夸张了 几乎99.99%都没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观一观的来过 第一观就是 到底是什么真识隐区了 到底是什么假语 存下来的假语 跟真识的关系到底是什么 当然这部分理论上 我们下一次会讲更多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提到 一般的文学作品 一般的文学作品就是表面的故事 跟它的寓意 这两个层次 那像《红楼梦》这样的小说 并不是天下唯一了 但是是很少数的 它里面还有中间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 所以我们要达到最后的寓意的时候呢 必须要经过这里 那在这个所谓的真识的层面 大概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就是清宫秘史 另外一种就是排满心汉 或者怀民反清的这样的情绪 相关的一个故事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作者把真识云去甲语村园的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真识太敏感 可能会杀头的 所以《红楼梦》当初在流传的时候 并没有印 过了好多年之后 那起码50年以后才印刑 最初只是在朋友之间传操 而且每个人看了之后都是痛哭流涕 这表示说这件事情本身是不能随便流传的 而且牵涉到血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那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家联想到说 这本书必须要从隐喻的层面来理解 文学本来就应该从这个层面理解 但是太多人不从这个层面理解 所以我们必须要再三地提醒 像比如说 在第二回书借着《冷子心之口》 传递宝玉讲过的一段话 他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 男人是泥做的骨肉 我见了女儿 我便清爽 见了男子便觉着臭逼人 那一看就知道 这个里面所传递的价值 不是那个时代的价值 那个时代没有把女性拉高拔高的这种地位的价值在背后 虽然明代开始女性的地位提高了 但是不可能有这么高 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都没有这么高 所以价值超前这么多 绝对不是在讲实际的人生 而是在讲隐喻层面的 就是说男性跟女性 代表的是两种价值 所以他把女性所代表的这个价值 所象征的这个价值 拉到绝对的高 把男性所代表的这个价值 压到绝对的低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红楼梦》就是一个谜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谜团 这个书是个谜团 里面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谜 这些谜包括名字上面的谜 比如说是霍启、宝钗、蒋云、景焕 这些都是双冠语 或者日齐 为什么英联在元宵失踪 为什么3月19日甲雨村北上等等 为什么4月26日 是同时是见花会 又是遮天大圣的诞辰 或者用诗本身来做谜语 比如说在宝群怀骨十首的 《寒唐杜鹤影》 《冷月葬花魂》或《诗魂》的这句话 到底影射什么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诗词 用来影射这个 另外的意义的 随便举一例 但举一例 当然还有情节上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 《全书以两个神话两度开始》 或者是《宝玉梦犹太区幻境》 这样的情节 都是需要解谜的工作 所以我就把他这样的写作策略 简单的统称为《欲章弥盖》 《欲语还修》 也就是历来大家在评论里面提到的草蛇灰陷 虽然金正坦讲过他有很多的笔法 《职验之爱》也提过 但是其实草蛇灰陷就可以统一一切 草蛇灰陷的意思就是说 在草里面 你看到好像有一条灰色的蛇 它时影时现 所以你很难 非常简单地掌握它是什么意思 你必须要把不同的出现的片段 把它统合起来 才能够有一个统一的意义 所以我们必须要特别注意他的《欲章弥盖》《欲语还修》这样的一个策略 包括像《志愿哉》在他的批书里面 也常常提到说你不要被作者骗了 有时候作者不但是《欲章弥盖》《欲语还修》 有时候还讲反话 所以他什么时候在讲反话 作者什么时候在讲反话 我们必须要警觉到 好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一段 开卷第一回 作者自云 真是允趣 夹于尊严 因为嗜射敏感 那嗜射敏感 我们刚刚讲过 我说的跟血内有关係 跟这个 说的�이述到沙头有关係 为什么 先不要说它谈的事情可能敏感 回头去看当时的整个社会背景 就知道从顺治康熙 这个 雍正 对不起 乾隆 这个文字域是越来越强烈 文网越来越密 所以到了乾隆的时候 已经是高峰 真的是高峰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 文字域冤案那么多的状况下 其实知识分子都 非常的害怕 文字域造成了所谓的寒蝉效应 那 我从 我从 之前的学者 包括余英史那边引过 引了一些前人的说法 比如说 方语氏的儿子 方忠吕 他就跟人家说过 他们 会计而不敢语 语言而不敢想 而且有时候他们 写了之后 还要把那个稿纸都烧掉 免得被人家不小心发现了 在字纸楼里面发现了 那所以余英史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状态 状态逼着人家 逼着所有这些知识分子 被逼折入了一条自创音语系统的迹境 就是说很多的当时的作家 知识分子在写作的时候 他就会弄出一套自己的系统 音语系统 让人家去 在阅读的时候 必须要去解码 才能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 《红楼梦》就是这样一本书 他在书里自创了一套 隐语的系统 要等你去沿着他这个弯弯曲曲的途径 了解他到底在说什么 帮他解码 那这个文字语 我们就不用特别描述这些细节了 大家应该都蛮有经验的 随便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徐树奎案 这个案子就发生在 《红楼梦》大概写作的那个年代 然后写了 大明天子重相见 且把胡儿割半边 或者明朝其政篇 一举去清都 这样的诗句 当然其实你看这个诗句 也知道它真的是 在奉刺这个清朝的统治者 大明天子重相见 且把胡儿 胡儿就是胡人的胡 谐音的 或者明朝其实是 双关于是明朝 希望明朝能够再飞起来 然后一举把那个清都给干掉 这样的 从今天来看 应该不算冤案 但是当然文字语 不是可以被接受的事情 可是这个的确是 在奉刺清朝 但是因为这样有太多人 当然被冤枉 应该所有人都不应该被迫害 但是有太多 其实真的是没有这样的企图 很多时候我们也真的不知道 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企图 最夸张的 这个例子当然是 就是说有人写到南北 写到南北 乾隆就清批说南北病题别有用心 那为什么南北病题别有用心呢 因为南指汉 北指胡 所以你南北病题就是要制造湖汉的病例 就乾隆 就是乾隆 清批说斩首 所以可见那个时候 文字语非常严密 而且真的是不能够提到 跟南北相关的任何的 这种隐喻 有时候是雪啊 什么 对不对 雪或者相对于南方 你可以找到另外一个什么的词汇来对立 或者北风什么南边 也可以找到另外一个词汇来对立 这样的例子在《红楼梦》里面层出不穷 非常多 这种南北对立的比喻 好 那这个当然是中国传统上就有的 这样的文字游戏是传统上就有的 并不是在清朝才出现的 比如说世说新宇这个黄军幼妇 这个外孙继旧 这个大家都知道 绝妙好词 为什么 他就在玩文字游戏 后来的这种 刚刚我们看到那些这个例子 之所以会被认为是在讽刺 就是中国文字很容易来玩这样的游戏 又比如说我们熟悉的这种鸿门 这个我们现在认为是帮派的 当初鸿门成立的时候就是反清复明的 这样的一个结社 那鸿门是什么意思 汉子拿掉中间那个中子和土子剩下的就是鸿 所以鸿门的意思就是鸿门我们要谨记汉失去了中土 所以我们要把中土给找回来 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个反清复明的结社 所以这个当然在宋代是第一次的被广泛的运用在 抹发这个世人的心情 就是国家亡调的这样的一个心情 那在这个清初的时候当然有更多的这样的用力用 好这我们刚刚讲过的 所以《红楼梦》为了在这样的一个局面下 为了委婉地表达它的心智和血泪的情感 不得不用这样的一个欲言又止欲章迷盖的这样的策略 那因此对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要去解谜 虽然说每个文学作品都是一个谜 但是《红楼梦》特别是一个谜 是一个诸多小谜所结构起来的一个大型的谜团 这个谜团里面有太多的意义 到现在都没有办法 没有人解释过 到底是为什么 比如说为什么用两个神话来开启 为什么需要有太虚幻境的这个层次 为什么石头下凡 为什么要下凡 为什么阴连必须要失踪 它到底有什么意义 为什么宝玉刚刚提过的贬女尊男 那他是不是真的反儒家 那如果他是 为什么他又说除了明明德之外无书 那井环先子到底要请什么患 井环先子为什么那么迂腐 这个等下我们要提到第三关 那他跟宝玉的态度事实上是对比非常强烈的 为什么 井环先子为什么称宝玉是天下第一银人 那银在这边代表什么意思 银跟皮肤赖银有什么差别 那么贾天祥之银跟风月宝剑治病有什么意义 本书为什么又叫风月宝剑 可亲为什么而死 为什么他跟坚美长得很像 不是 为什么他几乎等于是坚美 而他跟阴连长得非常像 宝玉跟秦中还有蒋云涵这种一般认为是蓝色的关系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 宝玉跟黛玉跟宝钗的这种牧师前盟跟君律良言的这样一个对比 到底又怎么样理解比较好 真跟假这两个关键词 在书里面到底怎么样贯穿全书 真宝玉跟贾宝玉是怎么样的一个隐喻的关系 宝钗 黛玉 香云 庙玉各自有什么寓意 宝勤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它那么重要但是它出现得那么短暂 而且他提到一个真真国 这真真国还大有学问的 里面的女主角就是一个金法的美女 为什么在《红楼梦》出现一个金法美女带着日本刀 然后做出那首《猪楼梦》的诗来 宝钰又写了十首怀骨诗 这十首怀骨诗在《红楼梦》的几乎是中间 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南跟贝我们刚提过了 还有薛潘 薛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位 薛潘到底有什么寓意 这些问题 其实我们在这两次的演讲都可以足以解答 但是希望我们时间够 第一关 第一关就是 为什么什么是真事 为什么真事引去甲语存言 这个我们没有彻底的谈 因为我们下次会彻底谈 主要我们要提醒 真事引去甲语存言里面 这样的一个寓意 它所包含的意思 事实上在我们刚刚提到的第十二回 贾锐挑逗 王熙凤不成后来被王熙凤给 几乎等于是害死之后 有人送了封月宝剑 让给他治病 封月宝剑送给他们的时候 道士特别提到说 不要看正面要看反面 这个时候支援灾的批语就是说 要看反面才是会看 而且它前面还有两个字 此书要看反面才是会看 封月宝剑明明是个镜子 为什么支援灾的批语是 此书要看反面才是会看 因为事实上这个地方 十二回事发生的事情 其实是一个《红楼梦》的阅读史难 就是你看《红楼梦》这本书的时候 你要从反面来看 才看得到它的真正的事情 正面是美女 反面是骷髅 所以它就是要告诉你 封月宝剑表面上是讲儿女之情 事实上应该看背面 事实上它讲的是死亡之书 在讲死亡 而不是在讲逢月 所以《红楼梦》我们必须要从一个死亡的角度来理解 就是说它讲的事情是死亡 关于什么东西的死亡 或什么人的死亡 这个我们下一回会讲 我们先过第二关 第一关我们算是过了 第二关就是说为什么《红楼梦》要以两个神话 第一个是补天的神话 第二个是太虚的神话 来两次的开始 第一次就是这个书 《红楼梦》作为一整本书 开始了 这个石头补天不成 然后日夜提气 额见 突然间看到一声一道慢慢走过来 然后听到他们的讲话之后 他就希望他们能够带他下班 然后后来回来了 回来身上刻了一大堆字 这个时候空空道人经过之后 发现他身上刻了这些字 读了一遍以后觉得也没有什么太伤大雅的 就把它抄下来 抄完之后又经过了一些结束 最后变成了石头计 然后石头计又展开了 那就是太虚幻境 和尚跟道士带着这个石头到太虚幻境去挂号 因为太虚幻境有一些人也要下班 所以我们就顺便夹带下去 所以很明显把这个书开始了两次 一次是《红楼梦》这本书 另外一次是《石头计》 但是没有人去谈为什么要二度开启这件事情 那这是第一个开启 我们刚刚讲过了 那这个第一次的开启跟第二次的开启 有两个不同的逻辑 大家看看 我们看这个红色的 他说 他就是没办法补天嘛 所以日夜悲好惭愧 然后呢 有一天正当他在街道的时候 额见一声一道从远处来 额就突然间看到 一声一道从远处来 然后呢 他们的讲话 他又不小心听到他们的讲话 那因此他就希望能够 请他们带他这个下班 然后他们说 啊 好吧 那第二个开始是 真是隐在书房闲坐 然后就睡着了 然后就梦见 这个一声一道带着这个石头 要去某个地方 然后这个道人问和尚说 现在该去哪里 和尚说 你放心 如今现有一段风流更案 正要了结 看到没有 这是第一个说 第一他说 因为有一段风流更案要结 然后我们去凑个热闹 第二次他又说 这个就不是 不是那个 一声一道讲的 而是 景焕讲的 在这个 这个太虚幻境要下凡的那些人 就是以神音逝者 跟降诸草为主的这两位为主的一批人 那这个神音逝者就是后来的贾宝玉 降诸草就是后来的林黛玉 那这两个都跟红色有非常明显的关系 尤其是降诸草 根本就是血泪的 这样的一个寓意 那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姻缘嘛 牧师前面就是 这个神音逝者不小心发现了 这个在三生石畔有一个降诸草 快要枯萎了 然后就以这个干露灌溉 那这个时候景焕就说 现在你们可以下凡去 趁此了结你们的情缘 了结这个公案 最后这个当然整段都是这个道人嘴里讲出来的 那最后他们结束这段讲话的时候也特别在提到的时候 因此一事就勾出多少风流冤家来陪他们去了结此案 所以这个了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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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案了结此案了结这个情缘 这个了结出现了三次 了结的意思就是说公案或者公案意思差不多就是有开始有结束 可是你如果回去看第一个开始的时候 一切都发生于偶然 第一个石头为什么没有补天 不知道 偶然 第二个 为什么有一声一道一来 耳间突然间看到来了 也没有说为什么会来 然后呢 石头 刚好一听见他们讲的事情就想要下凡 所以在第一个开始里面这个逻辑是偶然 一切都发生于偶然 然后在第二个开始一切都发生于了结公案 就是有个因有个果 前面有灌溉之情 所以你现在要去了结这个灌溉之情 所以这两个逻辑 偶然跟因果的逻辑差太多了 这表示说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应该看到说 这本书应该就有两个层次 一个层次把一切的逻辑都归诸于偶然 不知道为什么 另外一个层次 就里面那个层次的逻辑是了结公案的逻辑 有前情而有了结 所以这个逻辑完全不同 那这个是关于什么的逻辑我们等一下再说 那所以这就 如果有这两个层次 我们就很容易去世 如果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理论的话 当然以前《红楼梦》 包括像我认为非常杰出的 潘重归这位阅读者 诠释者 我从他那边也获益很多 他之所以没办法看到这一层次 当然就是因为他不知道后摄小说的理论 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比较幸运 我们知道这样的理论 所以一看就 看到这样的一个状态就警觉到说 会不会这个故事 这个小说有两个层次呢 那所谓的后摄小说是什么 第一个我要提到就是 所谓的文学理论 通常是归纳已经出现的现象 所以后摄小说 其实发生于后摄小说的理论之前 早很多像18世纪就出现过了 只是那个时候出现过一两个例子 所以没有人会去为他归纳出一套理论 而且那个时候的理论也还不够 那当然也有很多作品 是因为有了后摄小说的理论 而开始以他的理论来创作 这当然也是有的 这二世纪有很多 但是最初是因为有人写了 然后评论者把它归纳出这样的理论来 所以这个后摄小说理论 根据已经出现的后摄小说 归纳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刚刚讲说过第一关 就是要找到反面的真实来 那是一种反面的阅读 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另外一种 也可以算是反面的阅读 就是说你必须要看到这两个层次 所谓的后摄小说 简单讲就是小说中有小说 这个结构可以这样来看 大家都看过中国的象牙套球 这个象牙套球 就是一颗完整十星的象牙 你在里面不断地刻出 雕露出小球来 而且这些小球是活动的 据说最多里面可以有十二个球 加起来是十三个 而且都是活动的 后摄小说就基本上 西方的后摄小说就是 外面一个球 里面还有一个球 里面那个还可以转 更重要的是 这两层的结构之间 有一个很重要 很特别的关系 这个节目我们刚刚提到 可以说是西方的第一本 后摄小说 叫做Tristan Shanley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年代 1759到1769 年代事实上比《红楼梦》晚 所以我为什么会说 《红楼梦》是全世界第一本 后摄小说 就是因为它创作年代 比这本西方公认的第一本 还早了最起码十年 因为《红楼梦》的创作年代 据说是1740到1750 只会比这个早 不会比这个晚 不会比这个晚 因为那个1740到1750 根据作者是曹雪晴来判断的 但是如果不是他的的话 那又很难讲 但时间绝对会更早 那后摄小说的 有什么样的一种特质 它有一个外层 有一个内层 通常西方的后摄小说 是这样的 它就是外层会来批判内层 批判内层的什么东西呢 批判内层的写实主义的 这样的一个写作方式 以及它所隐含的 因果清除的中产阶级世界观 基本上是因果清除这件事情 因为中产阶级的写实主义 就是让你知道 你要一步一步推 因果非常清楚 有因必有果 最后你一定可以了解 这个小说是怎么回事 但是有另外一种 相反过来的 后摄小说 它是内层把外层给淹没掉 那内层是什么 内层就是 这个外层就是 因果清除的中产阶级意识形态 或中产阶级世界观 那内层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美学 那这种美学形态 把外面这种写实主义的美学形态给淹没掉 那这个在波赫氏的作品里面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例子 波赫氏的很多短片小说 都是在讲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有一个小说是讲 讲这个 乐透 那这个乐透 你要去参加这个乐透 你必须要去执行乐透 要求你做的事情 到后来大家都在玩乐透的时候 乐透这个游戏 就淹没了他们真实的生活 因为大家都在玩游戏 最后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在玩游戏 还是在生活 那这个就是 这个故事里的故事淹没了整个故事 取代了我们一般认为的现实的生活 好 那所以呢 外面这个叫做外框故事 里面这个故事叫框内故事 那常常会有一个角色 会有一个角色呢 突破边框 在这个外层内层跑来跑去 有时候是作者自己现身说法 有时候是他用其他的角色 来做这个工作 那这个作者在这样穿来跑去的时候 主要就是要提供 不同的另类视野 不管是发自于内层要淹没外层的视野 或者发自于外层要批判内层的视野 那《红楼梦》事实上比西方的 或者小说来得复杂 因为它有三层 那么它的最内层是试图要淹没中层 中层是 内层是因果非常清楚的 那我如果这样讲 大家就应该知道中层指的是什么 就是太虚幻境的一个层次 那个层次因果非常清楚的 因为你跟他交过水 所以你们要下盘去让那个 降诸草还累 因为你交水给他有恩 所以他要还累 来报答你的恩惠 那英国非常清楚 那所以最内层是什么 最内层我可以先告诉大家 就是大官员 大官员里面的人是希望说 外面这个更不存在 他要用大官员的生活来淹没 外面那个英国清除的事件 他不接受有那个事件 而中层也同时批判内层反过来 就是说认为他怀旧 他拒绝改变 你必须要接受这公案要了结了 不能够再继续了 所以这里的公案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们等下我谈 我也可以简单先提一下 就是历史 历史的变动这件事情 那最内层不接受历史的变动 中间内层要求说 有开始必有结束 所以现在该结束的时候 历史 某一种历史要结束 但是最外层呢 也在批判中层 它跟内层有点夹攻的关系 就是外层也批判内层的 因果清除的一个世界观 就是说外层认为一切都发生于偶然 没有什么因果这件事情 所以你坚持因果这个错误 最外层也开示内层 最内层就是大官员那个层次 跟他说你要抗拒变动的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怀旧巨星这样的一个世界观 也是没有办法再维持的 所以必须要改变 虽然他对于最内层是比较友善的 甚至于是非常同情的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后摄小说 不但是世界第一本 也是世界第一复杂的 到现在为止还没看过这么复杂的后摄小说 好 那穿越这个 这个两个层次的 主要就是那个道士跟僧人 我们一天到晚会看到这个道士跟僧人出现 而这些都是在穿越两个层次的 每一次都是穿越两个层次 不管他们做什么事情 那所谓专业两个层次主要是大荒那个层次 跟太虚跟现实大观园 这三个层次来来去去 包括在里面那个 有时候石头会突然间 有后摄的角度出现 所以石头 当然跟这个大荒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所以他也可以 一定程度可以看成是作者 比如说大家最知道的 最知名的约翰就是说 第十五回 宝毅要跟秦中算账 算账他就知道他们要去算什么账 那石头这个时候就说 宝毅不知根 群中算什么账目 未见真切 未曾记得 此事一案不敢算创 我没有看到 我没有看到 他们发生什么事情完全没看到 事实上他当然看到了 但是他这个时候就出来讲话 以这个作者的身份讲话 他说没有看到 就是有看到 没有看得很仔细 就是看得非常仔细 那这个石头突然间讲话 包括十八回也是 那当然就意味着提醒你说 有一个作者在 有另外一个层次在 就像道人跟僧人出现的时候 所以那红楼梦是 以美学 是美学论述的更新 也就是说内层淹没外层 还是意识形态的批判 就是外层批判内层都有 他是以美学来论史观 好 那这个时候就是 这个我们用一个图 来表达这个 所谓的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 最内层 最内层 它是大观元跟宝玉的 这个世界 那我称之为说 关于这个世界的 这个论述叫做大观论述 第二个层次就是刚外面那个因果分明的 这个层次 就是太虚幻境跟井坏先子主宰的 这个论述 或者层次 你第三个层次就是 大荒论述的层次 也就是作者的层次 大观企图要忽视外面这个 想要以它大观这个 几乎类似于艺术创作的世界 淹没这个因果分明的 这样的一个世界 但是呢 太虚幻境跟世界 告诫了它说 No 这一切都应该结束了 因为因果 清清楚楚的告诉你说 该是还累的时候 可是最外面这个层次呢 批判 因果分明的层次 认为说 没这回事 人事的改变 一切的改变 包括朝代的改变 都是因为偶然 但是他同时也提醒这个大观这个层次说 拒绝时间的流动 拒绝接受历史的改变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新的策略 好 所以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过 其实中间这个因果分明这段 提到的这种所谓的要义 既有开始 也应有终结的 这样的一个态度 其实是一段对于历史的看法 对历史的诠释方式 或者大荒 跟太虚 跟大观 这三个层次 对历史都有不同的看法 这个大观拒绝接受历史改变了 或者会改变 那么太虚认为历史已经到了 某一种历史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 那所以上面外面那层大荒认为说 历史的改变都是因为偶然 没有什么因果 那知道这三个层次 那知道这三个层次 我们就懂得怎么样来 诠释《红楼梦》 第三关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 《锦幻仙子》讲过的那两段 《红楼梦》的用语就是 《魂画》 《魂画》 《红楼梦》就说 我怎么会是天下第一银人呢 我根本完全不设银字啊 他说你错了 《银虽一礼》 《易则有别》 《如是之好银者》 《不过月容茂喜歌舞》 《调笑无眼》 《云语无时》 《恨不能尽天下之美女》 《供我骗时之兴趣》 《此皆皮肤烂淫的蜀》 所以我讲的不是皮肤烂淫这件事情 但是皮肤烂淫跟意淫中间有差别 差别就在意淫是意淫 一样的意思就是过度 但是呢 一个是肉体过度 一个是精神 精神过度 所以他接下来就说 如耳像你的话 则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 无被推置为意淫 其实意淫就是痴情的意思 但是他就不说痴情 他要说意淫 意思就是说你太过度了 一淫二字唯心会而不可口传 可神通而不可语答 如今读得此二字 在规格中故可为良有 然于世道中 未免于阔怪鬼 百口朝傍万目崖子 今寄欲令主凝容二公 剖腹身主 吾不忍君读为我规格增光 见弃于世道 事以引特引前来 对罪于灵酒 请以先明 仅以妙取再将无媚一人 辱名兼美 自可亲者 许配于主 今夕粮食 即可成亲 不过令辱 领略此先规幻境之风空 尚然如此 何况晴静之沉静 晴静之情景灾 而今万万解释 改悟前情 将情景有用的功夫 置身于经济之道 另外一个版本是这样写的 不过意思是差不多 这一段之所以要这样念完 主要是里面有太多的关键字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我来要仅你的患 主要是因为你凝容二公来嘱咐我的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说 锦焕仙子是女人国的 这个等于说是领导者 实际上不对 他来做这件事情 他是因为凝容二公 还是傅之明的受益 傅之明受益 来跟他讲这些话 所以当然他讲出来的话 非常的迂腐 那么他让 为什么让尖美跟他许配 原因在于刚刚讲过 不过令辱 林略此先规幻格之风光 尚然如此 何况沉浸之情景在 就是他要让他知道说 你所执着的尖美 在我们先规幻格 风光也不过就是这样而已啊 你如果回到城市去 怎么可能呢 第一个在城市是 城市不会有尖美 你所期待尖美 尖美是尖谁之美 大家都知道 尖美就是尖宝钗跟黛玉之美 那在沉浸不会有尖宝钗 宝钗跟黛玉之美的这样的可能性 那在我们先规幻境 即使有尖美 也不过如此 所以你真的不必认为说 尖美有多么了不起 不是你应该追求的一个理想 而你应该追求什么呢 而今后万万解释 改悟前进 将秦锦游的功夫 置身于经济之道 流域与口梦之间 尾身于经济之道 所以大家觉得景浣迂浮否 非常迂浮 他的结论就是说 你要好好读一下孔孟之书 好好好 然后最后想办法去做官 就这样 所以如果有人认真的读过这段 他绝对不敢把景浣当作一个正面的角色 虽然景浣被描述的几乎像是一个正面的角色 但他在关键时刻讲出来的话 就卸了底了 露了馅儿 他不只是讲这段 他另外还讲了一段更可怕的话 就是最后 这个贾宝玉跟他 这个敦伦之后 那么就在太寻环境待了一段时日 到处游玩 有一天就来到了黑水长阳的大河边 然后这个时候就突然间听到景浣说 宝玉休前进了 坐树回头要紧了 宝玉就说那这什么地方 为什么这么紧张 然后他就讲说里面是个迷津了 身有万丈 然后咬更千里 中无洲极可通只有一个木盘 上面有木居士掌舵挥师者春稿 最重要的是说 你如果掉到里面去 则身负我从前一番 以情悟道手里钟情之言矣 这句话 通常被学者引 常常被学者引 通常被引的时候 指引前面四个字 不引后面的紫色的四个字 指引以情悟道 而不引手里钟情 为什么 因为后面这四句太可怕了 四个字太可怕了 所以绝对不能引 因为引了那个就 红楼梦就不知道怎么解释了 就说你就不知道怎么解释 这个景悟先子 那当然也就不知道怎么解释红楼梦 所以大家引这个以情悟道就很容易 说啊 你看 以情悟道 那红楼梦不是佛书就是道书了 所以他的思想不是佛家思想 就是道家思想 因为他是一本要以情悟道的书 可是你看看 这是景悟先子嘴里讲出来的 所以历来大家都认为说 那红楼梦要不然就是主情的 要不然就是主悟的 主情的话就是说 以情悟道就是 你经过了情发现说 这个人生如患 情才是最真的 所以这个主情派 以情悟道就是我悟道的情就是道 因为人生如患 那主悟道呢 那是因为发现情是梦幻 所以发现有个更高层次的道 那总而言之都是 你看这个类似的情调 大概都是道家或者佛家 或者佛家家道家的一个情调 可是如果你加上手里钟情 这就讲不下去了 手里钟情 是一个 这个也是道 以情悟道也是道 但是是道学家的道 就是新儒家的道 后面的手里钟情 或者说甚至于以情悟道手里钟情 这八个字 应该可以等于 这个古文上书里面的 十六个字里面 这就是新儒家奉为归孽的 这十六个字里面的后面八个字 后面八个字就是 为经为医允值绝重 为经为医允值绝重 这八个字 朱熙讲得非常非常清楚 他就是说 你看人心唯为道心唯为 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说 人心乱七八糟的 你要从人心里面提炼道心是非常难的 因为那个道心很微弱 所以呢 我们要怎么样 我们要做到什么样的功夫 朱熙就是说 那我们要 第一个 要经 经就是把道心从人心里面找出来 找到之后 还要唯一 朱熙讲得非常清楚 唯一这个功夫就是守的功夫 要守住 你悟出道 你还要守住那个道 最后才能够允值绝重 允值绝重是什么意思 允值绝重就是 从此以后 人的情就会不偏不倚 这很简单嘛 这很容易理解 那你看看 手里忠情不就这个意思吗 当你 以情悟道就是为经 然后手里就是为医 然后忠情就是允值绝重 所以以情悟道 手里忠情 这八个字一起来理解的话 就是新儒家的 奉为归孽的十六个字 后面的八个字 而那八个字 才是真正的功夫 和真正的结果 人心为为 道心为为 这是一个描述 但是功夫是什么 是为经 以情悟道 然后是唯一 就是手里 然后结果就是允值绝重 就是忠情 忠情这个忠是动词 就是情摆在正中间 不偏不倚 因此 隐直绝重 所以 景焕先子 这么迂腐 然后代表新儒家 来发言 那他到底是什么样一个人 然后他又 他在这个太虚幻境 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 又是一个 因果分明的逻辑 而这个因果分明逻辑 指的是 这个 红色的情缘 必须到此为止 对不对 这个 红色 玉 神音色者 相关的描述 都是红色的玉 然后江珠草是红色的血泪 所以他们之间的情缘 应该叫做红色的情缘 这个红色情缘 必须要结束了 那当然这个红色情缘 必须要结束 而这个 要你结束的人是新儒家 而这个跟历史相关 甚至于跟历史的改变相关 那是不是就越来越清楚了呢 所以其实跟佛道 就是 景焕仙子 所要景的焕 跟佛道没有关系 你从最外层这个偶然的角度来说 可能 跟佛道有相当的关系 可是景焕仙子这个层次 是新儒家的层次 它是要你避免掉到黑水沟 那个佛道的层次去 要不然的话 你就不会再继续 好好念书出来做官了嘛 要他出来做官这件事情 当然 又给我们另外一个可能性 所以 红色情缘要结束 要他出来做官 认为历史的因果到了终点 那这些 某一段历史的因果到了终点 那这些都让我们觉得 还有包括就是这个 尖美之不可得这件事情 在在都提醒我们说 这必然是跟一个非常重大的意识形态转换的一个历史时刻 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作者所代表的立场 显然有几个可能性 一个就是跟景焕一样 那些看起来是不一样的 非常清楚 另外一个是跟宝玉完全相同 但也不完全相同 但也不完全相同 如果 如果宝玉跟最外层完全相同的话 就不需要这么多层次 那所以最有可能就是作者跟这个景焕 中间那个层次 就是贾宝玉 所以里面那个层次 三者的态度都不完全一样 但是应该是偏向宝玉的 那作者为什么设计这么如此的一个繁复的架构呢 因为就是很多事情不能够直说 所以他必须透过这样的一个层次来间接地表达他自己的立场 他的什么立场 他的立场 第一个就是批判中间那个立场 对于历史的一种特定的解释 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转换的历史时刻 对于历史的解释 那另外呢他同情最里面的 贾宝玉所代表的一种细时 想要坚持坚美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抗拒这个出来做官这件事情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他对于这个态度是同情的 但是也认为说 你这样子不接受时间会改变 历史会往前走的这样的态度也无以为继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 作者的提示说 他跟贾宝玉讲 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第三种出路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 其实景焕仙子代表的意识形态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 已经呼之欲出了 在明代到清代之间的官方意识形态 并没有真正的改变 这两者的官方意识形态都是新儒家 满人开始统治中国之后 接受了前朝的知识分子的建议 就是说 隆络人心的很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恢复科举 而且 因为这些前朝知识分子都是在新儒家的调教下长大的 所以他们是他们奶水长大的 所以他们当然就是顺水推舟建议满人满洲的同志者 继续用新儒家的意识形态 但是当然这个新儒家的意识形态 新的朝代的新儒家意识形态 当然不会认为说我跟明代是一样的 因为明代毕竟是个皮肤烂淫的时代 所以他认为我这个朝代是没有这些腐败肮脏的东西的 但是像贾宝玉这一类的 简单讲就叫做全朝移民了 那他们不管是真正的移民或者心态上是移民 那他们对于全朝的想象当然是认为 全朝比现代美好 全朝有如奸美一样 所有的美好都急于一身 就像大官员一样 所以他还要坚守大官员 不让大官员 不愿意让外面的世界侵扰到大官员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新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还是旧的意识形态 就是新儒家的 但是他们认为说 淫是不对的 不管是皮肤烂淫或者是易淫 就像贾宝玉这一类的 易淫的意思就是说我认为前面的很美好 我就坚持认为要活在过去 不愿意跟现在有所接触 那这个接触一般就是 就自分之来讲就是 我就是不愿意出来做官 也就是这本书 也就是这本书 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就是 是二组不是二组的问题 那这个到了120回 最后 我们说的内层的那个故事 结束的时候就是 席人出嫁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用了席夫人的典故来 看起来是要嘲讽席人最后 事实上是试了二组 那为什么故事结束在这么重要的一个点上 就是因为这整本书就是在谈 可不可以试二组的问题 或者说如果我不试二组的话 我怎么样怎么活下去 而活得有意义 所以简单讲了 简单讲就是说 其实这个景焕仙子所代表的 就是一个清心版的成猪 清心版 没有皮肤烂淫 当然也不接受 有意义 虽然他同情了 所以才说你这个意义 其实蛮了不起 但是你到了世道上 会被人家嘲笑的 而且你那容宁二宫 他们的魂魄也都会感到很难过的 所以你赶快 好好 留意于孔孟之间 尾声与经济之道 这样子 不但你们家族有荣耀 国家也可以为你们所 有你们的贡献 这个我们就再一次看一下 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图 这三圈 最内圈就是移民之情 大官员 保育所代表的是一种移民的情怀 至于这些人 是不是 比如说作者 本身是不是移民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有这样的一个情怀 那这种情怀甚至于在 这个情怀革命的时候他们还会拿出来的反清复明 所以移民情怀主要是针对现在统治者所提出来的一种过去的美好 当然在过去的美好还牵涉到种族的文化上的差别 那外圈呢就是新的统治者 太迅换境景患 新的统治者 那最外圈呢 其实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一个层次 就是说 这个就是牵涉到最外圈这个 也就是作者这个层次 他为这些里面的移民所提供的新的出路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 你看 我现在又不出来做官 我也不死 死了就不是移民了 一了百了 但我活下来 我不出来做官 那这时候我个人的生命的 就传统士大夫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所以他要捍卫的是什么东西 朝代没有了 而且越来越不可能 因为统治越来越稳固 那这个时候 我个人的生命意义要从哪里找到新的出路 其实后来那些明末留下来的那几个大辱 顾炎武 王福之跟黄熙之 都隐约指向同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要勤于住宿 来对天下有一个 对这个世界有一个更清楚的认知 然后把我这些住宿呢 用来期待后王 期待后王 就是有一天 他们几乎都用了类似的词 就是有一天有新的王出现 他会用我的住宿 那对这些知识分子来讲 他们要保的事情 事物 到底要保什么 国家没有了 那你还要保什么 那这个顾炎武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他要保的不是一性 不是要保一性 而是要保天下 那天下什么 天下不是土地 天下也不完全 当然不是前朝 而是衣冠 衣冠代表的是一种 就是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 中华的道统 所以他们要透过自己的住宿 来保存中华的道统 这个对他们来说 才是真正的天下 那这个在书里面 我们都可以找到非常明确的根据 现在我们只是 先透过这个架构 来做一个简单 简单 比较刚要式的一个描述 所以呢 那我们回头再 把上述的这样的一个架构 所得出来的 这个结论做一个简单的重整 也就是说红楼梦 有三个层次 最外面那个层次 我们就简单称作为红楼梦 中间那个层次是石头戒 最内层那个层次叫做大观园 那这每一个层次有一个不同的论述 最外那层是大荒 中间那层是太虚 最内那层叫大观 其实都是大 但是这个大所涵盖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大荒当然顾名思义吧 一切都已经荒芜了 这个这个这个 所以我们所认为 这个应该 应该安身立命的价值好像都消失了 但是当然没有真正消失 因为他们最后决定要保天下 但中层这个太虚幻境 这个太虚当然指的 贾宝玉你们所执着的是虚的 所以你到了我这边来 你就要了解到那个是虚的 然后想办法找到实的 因为中层代表的是新的统治者的意识形态 所以呢 你所要放弃的虚的 就是对前朝的情感上的执着 你要所得到的 你要重新得到的实的 就是出来 好好的留意孔梦之间 尾声于尽之道 出来做官 保效丧子 那一层当然就是 以贾宝玉为首的 这样的一个认为 尖美的世界并没有消失 对于过去 情感上 有着没有办法放下的执着 所以他坚决不接受外面 这个 因果分明的历史 必要 某一代历史必须要结束的 这样的一种 这个论述 所以各个层次 对于异代这件事情 对于朝代改变这件事情 持着相反的解释 前缘论非常简单 有历史 或者朝代历史有开始 必有结束 这个叫天命移转 他认为说 天命已经改变了 老天给你天命 是因为你有德 老天把你天命收回去 是因为你无德 你明朝就是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样一段过程 天命移转 因果非常清楚 因为你有德 这是原因 所以你得到天命 你无德 所以你失去天命 所以这段该结束 这个因果非常清楚 那么偶然论 最外层的就是说 怎么可能 就是说 这个汉人文化层次 比这个满人高那么多 而且满人还不是同一个种族的 为什么他们可能拿到天命 这个当然雍正后来有非常强烈的一个论述 来驳斥汉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 这个我们在谈 这个我们在谈 进一步谈景患的时候 下次会谈得很清楚 那么 所以偶然论认为说 这一件改双患旦这件事情的发生 当然是偶然的 没什么特别道理 因为从因果上来说不清楚的 这里当然是有盲点了 因为明朝末年真的是无德了嘛 那天命要收回去也是可能的 只是他们没办法接受 说这个天命为什么交在满人手里 雍正 我可以先提一下 雍正说得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我有得你没得 很简单 而且老天是不会看种族的 所以雍正的论述是非常当代的论述 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当代的论述 他们都是宜人啊 现在不是中国的正统 为什么我就不可以 而且对我来说 对从天下角度来说 我作为一个满人 这就是我的籍贯 籍贯跟种族的差别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认为 雍正讲得非常清楚 他就说 孔子说 其实是韩玉说的 孔子那时候态度 孔子也有类似的说法 以华夏入于一敌而一敌之 以一敌入于华夏而华夏之 从孔子开始 所谓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就是说这个华夷之分 就不是一个种族的分别 就是一个文化的分别 所以雍正说 孔老夫子都说这个文化分别 你们还在那边坚持种族 实在是乡躯小人 就是你们根本是乡下人 就是你们这些汉人知识分子 根本是乡下人 乡躯小人 才会一天到晚分来分去说 你是这里人 我是那里人 就像我小时候住在万里村 隔壁那个大鹏村 金山的什么中角村 对我们来说就是外国了 这乡下人基本上态度就是这样 不见得会有敌意 但是那个区分是非常清楚的 好 那所以 偶然论当然 已经最后是超越了这个层次了 但是 不管怎么样 就从他们角度来说 这个历史改变 偶然这个说法 也不见得是没有道理的 因为天命这个说法 其实是过去的说法 偶然论才是当代 真正当代的说法 我们现在认为历史的改变 有没有什么特别道理 其实是没有 太多的各种各样的因素 凑在一起 让历史改变 比如说黄一龙院士曾经讲过一个演讲 讲为什么 讲红衣大炮历史 明末红衣大炮相关的 就讲得非常精彩 明代 王 最后可能是因为族群冲突 让红衣大炮的炮队投降给清代 投降给满洲人 满洲人有了红衣大炮之后 就轰进了中原 这个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 但有时候就是很小的原因 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一个 应该是山东人跟河南人的冲突 那么大官员当然是唯情论 他坚持情才是最重要的 一切都不重要 唯情才是最重要的 这就是所有的三个层次之间的 对于历史的不同的解释 所造成的《红楼梦》的内在的戏剧张力 那这样的一个戏剧张力 能够透过这三个不同的层次来理解 我们才能够知道 《红楼梦》到底要讲什么 所以跟历史是有关系 而且跟明代灭亡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 跟知识分子面对新朝的统治 它应该如何自处是有关系的 那在这边我们今天是没有办法谈到 但是我可以预先提示一下 就是说这本书里面基本要谈的当然就是 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到 男性跟女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强烈的 价值上的地位上的反差 对不对 那当然意味着男性代表一种价值 女性代表一种价值 而女性的价值当然是这个作者所推崇的价值 那这样的一个价值 严重地排斥男性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回到我们刚刚说的 这跟异代跟朝代改变是有关系的话 这个时候当然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就是说 被新统治者统治的时代 出来你如果要变男人 这个就是一个很不堪的状态 就是不可以做男人 那女性呢 才是应该被推崇的 可是在实际生活里面 男人还是必须要做男人 就是我可以接受女性的价值 这个不是讲真的男女 接受女性的价值 其实简单讲就是接受前朝的价值 红色的价值 那么接受男人就是出来做官 就要接受男人的价值 可是传统世代夫如果他不出来做官 你刚刚提过 他不出来做官的话 他的生命意义在什么地方 那这个生命的意义 就必须要从一个特定的角色里面去看 这个角色就是蒋玉涵 蒋玉涵这个角色 他是男性 那蒋玉涵 他的职业是什么 他的职业是 戏子 但是他又跟一般的戏子不是 或者说他是戏子里面比较特别的 他演的不是男性 他演的是女性 所以他是前淡 换句话说 蒋玉涵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他是又男又女 同时也不男不女 简单讲就是说 知识分子在这个 这样的三个层次之间的 这样的一个 复杂的关系的激荡之下 他最后必须要找到的一个 出录是一个又男又女 或者是不男不女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至于蒋玉涵所代表的 这个不男不女又男又女的角色 我们要怎么样的把它开展 那我们就要留待下回分解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请 这个在远端的同学们 提出来他们的高见 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分享的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感想要表达的 当然很简单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 他希望最外层这个层面 取得论述上的优势 并不是说他真的可以 改变现在的任何状况 而是说在论述层面的较劲 最外层 作者当然在他的安排下 最外层会取得最后的优势 那这个最后的优势怎么取得呢 其实就关键就在我们刚刚讲到的 这个蒋昀寒这个角色 就是在最内层的 这个贾宝玉他们 其实他们代表就是所谓的 各种各样的移民情怀了 那这个基本上可以说是一个移民的自给自足的世界 为什么叫大观就是这样的 大观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一切都在这里了 为什么叫尖美 就是说所有美好的事物 你都可以找到 这样的一个世界 当然事实上大观已经不是这样一个世界了 就是已经是基本上是 虽然虽然虽然 大家自己要想办法找出路的状态 所以为什么就是说 在这个大观里面 薛宝钗跟史湘云 然后妙玉跟林黛玉 这两组人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 对于什么事情的态度 就是对于出来做官这件事情的态度 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表示就是说 虽然这些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象征 但是他们已经有各自寻找新的可能性的 这样的一个不能说各自寻找新的 也就是说妙玉跟黛玉是坚持救的 可是薛宝钗跟史湘云 已经准备接受新统治者的召唤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记得 薛宝钗 薛宝钗没有直讲 但是作者有透过席人之口 来描述说薛宝钗也是要 贾宝钗能够好好读书 为家族尊光等等 但是史湘云是明白的 跟他说 你应该出一个那些 跟那些叫做 仕途经济的人交交朋友了 就跟那些做官的人交交朋友 对你自己有好处的 宝钗一听下 当场就说你到别的姐妹房间去吧 免得我这边糟蹋了你的仕途经济 肮脏了你的仕途经济 所以史湘云在《红楼梦》这个小说里面 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角色 但是大半人都不相信 还有人跟我听完演讲 实际上怎么可能是负面角色 他是那么的有男子气概 他有男子气概就是大问题 在这个书里面 所有有男子气概 男性味道的女性都是不好的 所有有女性味道的男性都是好的 所以在书里面 只有几个有女性味道的男性 贝敬王 秦中 还有江玉涵 还有加上一个有香脸 这里面大概只有这几个是好人 没有其他好人 贾政算半个 但是王熙凤 史湘云 薛宝钗 这些像男性的女性 他们都会想要叫他好好读书 去做官 所以大观园其实已经不是这样一个地方 这也就是为什么作者 从作者的角度来说 他必须要有另外一个层次 就是他不能够完全跟大观园一样 因为大观园已经土崩 或者势必要土崩瓦解 所以他虽然同情贾宝玉的 这些移民的象征 他们的情节 他虽然同情他们的情节 但是他必须要在同情的同时 替他们找到其他的可能性 那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要先 这个否定或者是反驳 太虚幻境所提出来的论述 说这段历史有因必有果就要结束了 所以新的国家已经 新的同志已经来到了 新的天命已经来了 出现了 所以你们当然应该报效新的天命 那作者就要先反驳他 反驳他之后呢 再逐一地提出 那我再反驳他之余 我怎么自处 找到我自己自主的另外一种生命的意义 我不需要做官 所以这次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精神上的胜利 但这个精神上的胜利虽然悉苦了 就是没办法做官 就是你知道 传统执政篇的没办法做官 就是他的一腔热血 他满框的学问 都没有办法有任何意义 可是他们最后还是找到了 我刚刚提到 他们未来的 这个就找到第三条路 仍然勤于住宿 然后期待后王 给他们用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他们没有出来做官 他们不是男的 他们继续住宿 期待后王 他又还是男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不是男的 所以他没有背叛女的 女性的价值 就是前朝的价值 但他情侣住宿 报效未来 他也不是纯粹的女性 他没有活在过去 所谓纯粹的女性就是 前朝的美好 当然也就是过去 那这个时候他也 然而是向前的 所以他是 又男又女 但是又不是真男的 真的女的 所以又男又女 不男不女 那这个 是最外层次最终的胜利 我想当然就是我刚刚有 包括在我的书里 我有特别提到 就是说 我谈的是移民的情怀 而不是移民的情怀 是移民情怀 而不是移民的 所以这个作者本身 他是不是移民是不重要的 那我的认为是 理论上他不是移民了 但是不是移民 他一样可以有这样的情怀 就是他 如果不是这个 这个所谓的曹雪芹的话 那当然更容易来理解 即使是曹雪芹 也都不难理解 那这个最后在 这个潘重归跟余音师的 这个讨论的过程里面 余音师也都接受 很有可能 曹雪芹本人都会有 排满心汉的情绪在那里 那现在我们 就是 现在我这边这样的一个阅读 跟潘重归最大的差别就在于 潘重归没办法处理 景焕仙子的这个层次 你没办法处理景焕仙子的这个层次的话 里面有太多的议题 没办法处理 但是潘重归对个别的很多情节的解释 是很有洞察力的 那当然他并没有 因为他 没有看到 没办法看到这三个层次的 中间的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 因此他就对有一些细节的解释 可能就不足了 比如说像蒋云涵这样的一个 他并没有去充分的开展 他有提到说蒋云涵 他这个跟席人结婚这件事情 你可以这样来理解 就是说 蒋云涵就是将玉把它含在里面 然后在席人就是龙衣人 就是在外面包一层 好像是这个龙衣在那里 然后而且那个含本身 蒋云涵住在子坛堡 所以这个含就是子坛做的 基本上讲的就是一个国洗 但这个国洗或者说传承了 在这个时候我们暂时就要把它包起来 藏起来 这并不表示这个国洗不见了 或者说因为朝代改变了 所以我们这个传承就没有了 我们还是留着他 暂时把它保存起来 藏着 未来再拿出来用 但他就讲到大概大约这个程度了 可是蒋云涵这样一个戏子的身份 到底有什么意义 这个当然就是没有办法进一步 因为他没有把它跟这个男女的这个象征 做一个比较密切的结合 就是男跟做官有关系 女跟怀念明朝有关系 这件事情 比如说在这件事情 然后他这个不男不女竟然又女这个身份 也没有说清楚 那当然更重要的是 蒋云涵跟贾宝玉到底什么关系 那么我们都知道 蒋云涵跟贾宝玉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们就交换了一个重要的信物 那这个信物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不知道我们蔡老师记住 他交换的是一个非常亲密的信物 就是那个叫细小衣的 细小衣的那条袋子 就是细内裤的裤袋 那么蒋云玉给他是 应该是一条绿旱旗 松花绿旱旱旱旗 然后蒋云汉给他 那是一条红的 然后最后 那一般 当然比如说有一些论者 就会认为这是一个 跟同性恋有关系的 一个好像是亲密的信物的交换 但其实应该是一个身份的交换 就在那一刹那 他们做了一个身份交换 所以之后 贾宝玉消失 可能是去出家什么什么 那只是一个 你知道 这个等于说贾宝玉的分身而已 真正的贾宝玉是留下来了 是蒋玉涵 所以为什么 最后习人 其实是没有四二组 为什么 因为蒋玉涵就是贾宝玉的分身 那在最后的时候 这个理论上 习人很早就跟贾宝玉讲过 意思就是他如果没有了 他就会追随他 意思就是贾宝玉不见了 他就要自杀了 可是呢 他最后就是一直想自杀 然后又觉得场合不宜什么什么 就是一直都没有死 最后就真的已经被逼到 要嫁给蒋玉涵了 那洞房之夜 但是蒋玉涵看到他那一口汉金 就知道说 原来这个就是贾宝玉最亲密的那个丫鬟 所以他就故意把他的松花绿汉金秀给他看 其人在看到他那个松花绿汉金的时候 就知道自己不用死了 因为他就是主人 所以他没有四二组 所以蒋玉涵就跟十二组这两件事情就切开了 所以这个就是知识分子 所以我说为什么知识分子最后的 在这个书里面所建议的命运是这样 就是说最后你不会有十二组的问题 你活着 但是你只要不出来做官 可是你继续论住 这样子你就没有十二组的问题 但是你也没有丧失一个作为知识分子 应该有的一个义务 他的义务就是说我要为这个国家提出了政策 可是我不是为现在的 而是为后王 期待后王 有后王亲戚他会用我的 我就非常高兴 所以潘仲归他提出了一些 应该是说一些情节上的一些很有见地的解读 但是他可以 也不能说他可以了 就是可能那个时代的局限 就让他没有办法做出更完整的一个串联 但是我觉得在那个年代 或者在整个《红楼梦》的阅读上面 潘仲归的确是一个奇葩 很特别 就是他改变了一般人对于缩影派的一个认知 缩影派原来都是乱对一通 但除了这 比如说这个蔡元培最初的那个 男人 女人 男性 女性 还有红色 他已经嗅到了 这里面有缩影道明的这个成分在那里 但是呢 接下来那些缩影派就乱对一通了 而且那个有时候就是非常离奇的一种对方 甚至于同一本书可以又对缩影复明 又对亲功历史 那这样 这就不是在做文学阅读 《红楼梦》这本书里面 《红楼梦》这本书里面 最外层其实我们看到最外层其实就几段而已 最前面几段 最后面一百二组回 这个四二组这件事情谈完之后就跳进了另外一个层 就是石头又回到了 回到了这个大荒 那我刚刚说石头就在内层是说 在石头上空空道人抄下来那本书 是在这个珍世影睡午觉那里才开始的 那那个这一部分是属于内层的故事 但是这个当然基本上是《红楼梦》大部分的文字都在这里了 那外层当然随时可以跟内层在 这个 应该说外层有这个僧跟道这样的角色 随时在这两个层次里面 来来去去 所以你也不能说 我们在中间这个文字里面没有外层存在 不是这样子 外层始终在那里 只是必须要透过这个僧跟道 来让我们注意到的时候 其实外层一直在那个地方叠合着 我想这个问题的同学可能以为 石头剧就是关于石头的故事 不是 我所谓石头剧是 石头下凡在最开始那个补天神话之后 没多久不是石头央求那个一生一道带他下凡 然后接下来他就回来了 不知过了几世纪他就回来 回来之后身上就俊了很多字 然后空空道人经过的时候 读了之后觉得也无上大雅 就把它抄下来 抄下来之后又经过这个什么 包括曹雪芹的修订什么的 然后最后 题名叫石头剧 然后石头剧就展开了 当日地县东南什么这样 那我说的石头剧就是 这一部分 从这里开始的文字 一直到石头后来又脱离城市 回到大荒之前的这一段文字 叫石头剧 而不是说一般平常 而不是说石头剧是关于石头的故事 所以大概应该这样来理解 这位同学的或者朋友的问题吧 第一个我们先讲石湘云好了 石湘云在历来的解释里面 都特别强调他有筋国之气 意思就是他非常的大气 不会像比如说 石湘云或者庄宇那样心眼很多 但是我们从实际上石湘云在里面的几个重大的言行 几乎就是全部了 来看他的话 他真的是 可以说是男人价值的一个体现 比诸这个薛宝采是毫不逊色 那这所谓男人价值就是要鼓励他好好读书 然后出来做官 从这个角度来说的男人价值 那么石湘云做过几件事情 我们刚刚提过的 就是他到了保育房间 就是他跟保育说 你不妨跟这些仕途经济的人交交朋友 然后这个 这个贾保育马上大怒叫他出去 这是一个 那当然西人后来就说 其实薛宝采平常也是这样 然后也是弄得他不高兴等等 另外几个地方 第一个 他很喜欢穿男人的衣服 很喜欢穿男人的衣服 但是他穿男人的衣服 不只是像个男人 他还像 书里面具体的文字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特别强调他像个小骚鱼子 那个骚不是现在我们说的风骚的骚 而是那个有阳骚味的骚 鱼子是什么 鱼子是胡人 所以他穿起衣服来像个小骚胡人 这在书里面是一个很不好的比喻 非常不好 大家记得六十三回那一段 其实后来出版社会实际上是删掉的 在那个成甲成义都删掉了 就六十三回 贾宝玉说要帮那个方官取名字 后来最后就帮他取了一个叫耶律雄奴 耶律是撩人 雄奴当然 谐音雄奴 他就说以前我们常被这些胡人给糟蹋 现在我们正式我们要糟蹋胡人 这段后来被删掉 因为太敏感 其实很多东西在成甲一本出版的时候 不是被删掉 就是被改变 比如说北京王的名字 北京王的名字原来叫水融 冰化如水融掉 冰不能化的 讲到北方冰要化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所以在成甲成义本出版的时候 就改成世融 世界的世 繁荣的融 北京王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名字 完全不配他的气质 这个当然会来改的 因为原来那个水融太敏感了 北境已经很敏感了 就把北方要平静 那个李静的静 本来是应该 那个意思应该是李静的静 写成安静的静 但也差不多了 就北静然后水融 开玩笑 所以 所以 书里面讲到胡人是没有什么好话的 那这个小骚打子绝对不是一个好的 再另外还有一个地方 跟这个很近的一个地方就是 史湘云带头在大馆园里面 吃生羊肉 那个 宝琴一出来就 就是看着觉得很恶心的样子 然后黛玉出来就 哎呀 今天是卢雪岸遭节了 什么什么的 可是 史湘云怎么回答的 他的回答也非常关键 他就说你们这些假清高的 我们讲今天我吃双羊肉怎么样 我是真名是仍然自风流 还是仍然风流 这里其实表现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 史湘云已经非常地认同胡人的价值 几乎是在这个替这个胡人讲话 就说 好 我今天的生活方式跟你不一样 如何 我是真名是我照样风流 你不要假清高 你们这些汉人之日分子 以林黛玉这种最坚持的这种态度 这个他应该可以看成最坚持 原来这个全朝一官的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认为你这是假风流 你是自明清高了 我是真风流 然后还有一个地方 其实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 就是在这个 有一次就是 林黛玉跟史湘云做排律 做一个非常长的排律 基本上是个友谊赛 友谊赛赛到后来 其实已经到了生死攸关 他们结束的地方在哪里 结束的地方就在 史湘云因为 之前他们刚好听到一个声音 然后一个黑影飞起来 他们吓了一条云以为是鬼 后来发现是一只鹤 所以那个鬼影 事实上是一只鹤飞起来 然后史湘云马上得到一个灵感 说寒唐渡鹤影 这下子这个林黛玉就被逼到死角 他觉得这一句太棒了 他不知道怎么对 好不容易的话他对出来了 就是他逆转胜 可是呢 赢了面子 失了离子 就是他对得漂亮 他那句话是什么 就是寒唐渡鹤影 冷月葬花粉 对得太漂亮了 问题是 前面是逼他 后面他是自杀 这样子 就你看这个寒唐渡鹤影 什么意思 寒唐那是在 在这个 红龙里面很多要谐音的 寒唐那是唐朝冷掉了 然后这个鹤影呢 鹤是长寿的意思 生命的意思 只剩下一个影 而且这个影先前被误认为是鬼影 就是寒冷 唐朝冷掉了 之后他剩下的这个命 已经是个鬼影了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指向死亡 就是说 我已经把你的唐给灭了 他只剩下一个鬼影了 你又在如何呢 贾巴玉说 不是 林大玉说 哇 这么这个好难对 然后他就说 啊 寒唐对货影 这个这个 冷月葬花粉 冷月 你看 冷明 寒唐对冷 寒掉的唐朝对冷掉的明朝 在 在 红楼里面所有的月 基本上都 象征明朝 冷月 葬花魂 或葬施魂 花当然是 在这个小说里面 它所象征的 在很多其他地方 都有所印证了 也是明朝 所以 在这个时候 明朝冷掉了 最后 魂也要葬掉 不但是命变引 魂要葬在 坟里 所以这个是大败 就是这个 站在移民立场的人的大败 然后这个时候谁出来了 庙裕 庙裕当然是跟林大玉一组的人 他也是那种 看起来就是 很纤细很敏感什么 相对这两个 甲宝 水宝差跟这个石像云 是又粗又那个 又讲理的 那么 庙裕这个时候出来说什么 他说好了 这个气数不好 你不要再对下去 就到此为止 我们要回返到 规格面目上去 回到我们的 本来面目 书里面讲 本来面目 就是规格面目 那 庙裕的意思说 这个东西 搞到后来 已经偏离了 我们规格面目 不能再做下去 气数不好 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以上这几个例子 都可以再再地指出 史湘云在这个里面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就是史湘云 去跟他讲这个说客的角色 说客 就是新的统治者的说客 他基本上跟薛宝差是差不多的调性 只是呢 他比薛宝差做得还更近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 他跟翠 他的这个 丫鬟叫翠驴的 有一次碰到面在谈阴阳之史 那个阴阳的谈法 谈到后来是什么 其实 心学跟理学都谈阴阳 我其实书里面有一张专谈心学跟理学 在这个书里面的对立 但是谈到后来 这个 史湘云就特别会强调 阳大于阴 阳应该主宰阴 而且更重要的是 他的丫鬟说 那我了解了 就是主为阳 奴为阴 这个大道理我是懂的 那这个史湘云就是 很好 就是应该这样子 所以 史湘云所强调的就是 主为阳 奴为阴 这样的一个 比较接近 成诸学派的 对于阴阳的看法 而且他特别强调 主跟奴的关系 在这个书里面 好几次提到 主跟奴的关系 包括赖大也讲过 你因为当奴才 那么容易当的 什么什么的 这里面 这本书所以一方面 在讲诗二主 也方面讲 当奴才的心酸 等等等等 那这个当奴才的心酸 可以指回 比如说作者是 曹雨琴都好 可以指回他的 褒衣的背景 当然也可以 普遍地来 你知道 指涉 这个在清代初年 这些明朝移民的 整个心理的状态 刚才讲到说谁 探春 探春是一个很有趣的角色 探春他其实一直想要 学王熙凤 想要 等于说是 王熙凤如果没有办法 这个当家 他想要当家 那在这里面一定程度 探春是有点这样的味道 就是说其实 我在书里面 应该是有描述到 就是说 其实书里面所 比如大观元这里面影射的 他其实实际上有影射 比如说明代的 哪一段时间 其实基本上应该就是南明那四十年 为什么是南明那四十年 当然跟石头有关系 石头城 所有这些重要角色 不是来自苏州 就是来自金陵 珍宝玉也是在金陵 金陵就是石头城 金陵是什么 金陵就是南明最初的首都 那为什么有个珍宝玉 有个贾宝玉 今天我们没有机会讲 但其实是非常简单 其实他讲的事情 就是珍宝玉在金陵的事情 但是他不方便讲 他用贾宝玉在北方来讲这个事情 但事实上 所有在北方发生的事情 在金陵都发生过 当然最后为什么珍宝玉 变成了一个俗人 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因为南明就垮了 而且南明本身内部 其实是非常糟糕的 这个大家应该了解 在大观元里面 这些人是他不愿意接受 说南明是这样的一个 他们心里还是期待说 这个明朝是有救的 当然 红楼梦这是一个回忆录 不是当时在发生的 就是红楼 这个大观元 这样的一个 这里面这些人的存在的状态 其实是这个作者的一个回忆录 他透过回忆来坚定 再次坚定自己的 不适二主的心情 这样的一个意志 但是这回忆的就是那最后的四十年 这最后的四十年 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金陵 写在北方 好像北方的一切才是真正发生 事实上是真的发生在那里 这也就是为什么 在金陵崩溃之后 还要有个真真果 比真还真的 在后面接续 因为金陵崩溃之后 真的还有别的地方吗 最终在什么地方 这个南明最后是在哪里结束的 在本岛啊 在本岛结束的 所以真真果 为什么这个金法美女 为什么配着日本刀 为什么会写出 《猪楼梦》 这个五颜律师 所以 所以 这个谁 这个 王熙凤 王熙凤其实就是 一只繁鸟 繁鸟偏从末世来 那个凤拆开不就是繁鸟吗 所以他的那个名词就是 《凡鸟偏从末世来》 其实意思就是说 他跟 这个 秦可卿有一个交接 秦可卿对他的交代 就是 几乎等于是 君王之间的交接 跟他交接之后 他就接下了 南明的一切 但 你看 王熙凤这样一个南明的统治者 本身就是有争议的 他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 有用那个 这个学保 用这个什么 他用这个 警华贤子的说法 就是说 他是一个有 皮肤烂淫之嫌的人 所以 也就是说 被男性的价值 沾污的人 在书里面 贾宝玉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特别谈过 说女性 在还没有结婚之前 是 宝珠吗 结婚之后 就浊了 最后呢 就变成鱼眼睛了 为什么 就是他跟男生 接触得越深越久 他就 那个亮光就越来越少 到后来就变鱼眼睛了 那 王熙凤 简单讲就 类似个鱼眼睛了 那探春就是想要变成鱼眼睛了 好吧 我看mba了 我看你的视频 我也看着你 不要 我啊 那就算你